中文字幕——YK 都是打出了不错的一个成绩 所以今天的两支队伍交手 确实是第一轮 我觉得排名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而且在上周的这个 电商得比里面 京东Gaming以2比1赢下来 也是牙膏的左翼 刷新了LPL史上最高 输出占比的一个记录 57.9% 是超越了林伟翔 之前大嘴写下来的 55.1的一个记录的时间点 所以课认出来 京东Gaming确实延续 他们在得比的一个火热 两个战队最近的一场BO3都赢了 然后RW是2比0一下了RNG 所以说其实两个战队 最近的状态应该都是非常火热的 先看到京东这边的一个首发 现在的京东 我觉得它比较比起 之前的京东Gaming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 它现在三个点位 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 京东Gaming的一个 这场比赛的一个重点的一个carry位 Zoom它拿到偏战士型的英雄 它可以从上路单代打穿对手 牙膏拿到自己擅长的英雄 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Loken也是可以使用大嘴这种英雄的 总的来说就是每个位置 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C位 Zoom的话 其实它这个版本 虽然用奥恩之类的 就是肉上的比较多 但其实它其他的选择 像纳尔像船长 其实发挥都不错 是的 RW的话 今天的首发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是 今天DWB要配上新的打野 Flawless来跟Khalid的教授 确实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吧 就像这个赛季来说 如果小哈生 KZ对上了SKT的时候 他也要跟以前的队友 但是他现在又跟他的前队友 很多的队友又回到了同一个队伍 而且这两个战队 今天首发上的两名打野选手 都是特别喜欢玩芒僧的 所以说今天看一下这个英雄会不会被搬 是 那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时间点 大家所有的话题点 除了讨论Mouse以外 当然还是讨论DWB 对上京东Gaming 这个最有话题 应该说春季赛最有话题的一个转会之一 那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听 听听DWB怎么谈 他离开了这个劳动家京东Gaming 来到RW过后的一些感想 之前京东的话前面比较发育 然后中期后期保护我们双戏 但是现在他们改变了风格 现在是前面一直搞事 然后带节奏 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点 然后我觉得京东的教练 比较了解我 然后我觉得他会针对我 我要小心 哇 这个确实赛前的一个 这个火药味很浓厚 就觉得可能就是 以前带过的战略会非常了解 他个人的一个习惯跟打法风格 但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DWB这个赛 用的一些中单英雄来说的话 不是那种特别好被针对的点 其实现在的比赛 DWB在比较早 就是现在RW是比较早 在第二周就开始 打一些宝牌的中单 比如说Karma Karma 对 这种英雄其实的确是比较难被针对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版本来说 就以现在主动 的确是在LPL 在这个赛季来说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之一 而且你看到LCK也在做转变 在第三周的时候 包含了KSB 就他也开始在前期进入一个 比较愿意去尝试打斗 然后去拿到地图资源的这种打法 而不是一味的去保一个后期 保一个沙皇这种防守反击的打法 对 你这么说的话 想起一个数据就是 这两个战队 其实在场军时长都是非常短的 是的 甚至是比我们在印象当中这个赛季 像LCK这边打快攻出名的 像Kingzone他们还要短 因为这两个战队平均用时 应该是在33分钟左右 是Kingzone是平均数据最快的LCK 在我们这周解说的时候 是34分钟 韩方给到了一个数据 这两个战队甚至还短 这RW跟京东Gaming都是 最长场军耗时也都是30分钟10秒钟 就京东Gaming这样已经是坐在LPL 第四块结束的一个队伍了 而RW比他们更快 他是前二就是场军时长 耗时少的一个队伍 所以就是说今天 我觉得刚刚DWINB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他认为现在的京东Gaming变化 以他过去是作为这个队伍的中单 他发现了京东Gaming 从以前的一个 比较偏向后期团战的一个队伍 改成了一个前期 不断去找架打的一个队伍 在这样的转变下面 RW今天要怎么来应战 对这两个战队的话 前期如果说看做事情 可能就是更多的看打野的一个节奏 以及线上英雄对线 其能不能拿到一些比较有推线优势的组合 很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场的BP了 RW在优先选边权 主动选择了一个红色方 不知道是葫芦里卖了什么 而京东Gaming这边是很快的直接一选 抢下了Loken的维鲁斯 维鲁斯现在优先级是非常高的 当然也是在前三手就看到盲森已经送上班位了 RW这边看一下抢什么 EZ 朱妹要不要拿一下 因为皇子跟盲森现在都不在 都在边位上面了 RW一次有把牙膏的左翼 作为红色方的最后一手边人 或者也可以考虑先拿布隆 布隆确实在LPL来说是 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辅助了 因为EZ其实这个AD来说 搭配性比较多 就是配合各种各样的辅助都还是可以的 其实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 京东Gaming他依旧是想要打的 下路的一个主动性比较高 朱妹这边拿下来 保一手打野位上面踢外的一个英雄 京东Gaming这一手要补的 上单这一轮可能 不一定会拿 但船长跟青钢影是都放出来了 牙膏是先选下的瑞兹 光辉这边我以为是要锁了 最后换成了一个狮子狗 瑞兹 瑞兹其实现在在中路的话 看过之前都被拿了一场卡尔玛去打 瑞兹发挥效果还不错 但这一局因为下路AD是个EZ 倒不一定会去用中路的像卡尔玛这样的英雄了 如果要用的话他上路可能还是要出一个吃得到卡尔玛 保护而且可以打伤害的英雄 对这一场的话上路是先选到的船长 那之后的话有可能会在 就是比如说辅助位上是多加班一些英雄 然后让上路这边是 反正怎么样都是能打的 因为Zone他最近玩 阿温的这个英雄已经被班掉了 是 阿温玩的比较多 现在还要搭配的一个意图 应该是想让MOS这条线路上面取得船长的一个优势 所以先把娜尔给ban掉 待会会不会也选择把青刚一给ban掉 搬了布隆 这场的话其实Flawless选择了一个之前玩的比较少的朱妹 朱妹这个英雄可能这一场 看一下他到中后期团战的一个节奏 搬掉了青刚一 确实把卡米尔送上半位 金东那边可以再考虑一手塔姆 因为毕竟有狮子狗的话 塔姆很容易保护住狮子狗第一波进场 想要刺杀的一个后排 最后把卡尔玛给按掉 那就是针对独音币有可能去拿的一个宝牌 对 卡尔玛搬掉了 这个阵容的话 其实金东下路可以选择一个保护型的辅助 像风女这样的 金东我觉得大概率会选择一个更为激进的一个辅助 对但现在看因为选到了塔姆 所以说可能前期如果说想配合 因为塔姆这个英雄本身线上对线能力 因为他缺控制 所以说如果金东这边能打得更激烈一点的话 可能前期配合狮子狗的节奏更好 这一首其实进场英雄来说 金东下已经有两个点控 狮子狗是必定要进场 而选宝石我觉得更多的在我的BP的一个预测里面 是认为独音币有可能选中单的一个吸血鬼吗 因为这一首我觉得宝石对方的一个阵容来说 虽然中路还没亮 但整体来说他们还是比较偏向一个poke 以船长跟1G的两个远程输出 最后选出了绝目 木魂人 木魂人第一次在LPL的登场 这个待会媒体应该就会出数据了 我觉得上一次的绝目在LPL的登板 我相信应该有个900天左右 对 而且这个英雄的话 就现在比赛上面来说 开发出来打船长的应该还是第一只 看一下会不会发挥出有什么最好的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吧 这个英雄我有看 OP.GG上面打吸血鬼的一个胜率是相当的不错 但没有刚好看到打船长的一个队位 对 就这场的话 其实RW选择了一个比较偏团战和发育的阵容 因为中路鼓励手发条 上路是个船长 总的来说京东前期的节奏会更加的快一些 其实这一个发条 我觉得算是一个卡尔玛的替代品 但我觉得这场比赛BP做完 两边的教练握手的时候 看到京东Gaming的教练稍微跟老朋友笑了一下 然后可以看出来这个约里克 绝目这个英雄他到底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是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之一 因为你可以看到RW是前手选了船长 这也是RW这个赛季来说 我觉得他们的一个队伍风格 就是他们在BP上面是比较容易去前三手选一个上单 然后MOS的条线可以去承担一个单点的一个E位 那这个位置上面还用后续的四五楼加班 想要去加强MOS在线上的一个优势 但是京东革命最后掏出了一个秘密的武器 而这个武器在RW身上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就这种英雄通常拿出来 黑科技就是陈王败寇 对 这个英雄的话 可能就如果说线上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 等到团战里面的作用 应该是没有发育好的船长大的 但是既然已经拿出来了 就期待一下宇宙在今天上路对阵到这个船长 特别是在就是RW这边选到了船长之后 他还是加班了两手上路的青钢影和纳尔了 所以证明对上路这条线的关照还是比较多 在BP上面能看出来 整体另外的几个点位上面的一个选择 就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测了 那整个团战如果打到了比较偏向后期的时候 我觉得Adaz这边的一个三核的一个输出 可能还是会给京东游戏比较大的一个团战上面的一个问题 但全国这条这个英雄在我的理解里面 他应该是属于一个单代的英雄 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一场BO3的第一局游戏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场比赛也有可能成为RW的中单 Dewinby在LPL的第一百场胜局 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里程碑 到时候如果产生了的话 画面上也会给大家显示 是 非常感谢就是所有的后勤人员 做的这个数据库 也让整个LPL的一个 就每一步好像都是有见证的 是 就电子竞技的一个体育的一个 规模越来越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即时符文 这一场又是有密集恐惧症了 五本密集 对 这个版本好像就是 启丰的密集的版本 是 而且下一个8.2版本 其实缺的比较多的是却预兆 对 启丰的密集可能会继续成为一个首选 在比赛当中 因为下路现在对拼起来的一个比例真的偏少 中期的时候给予 AD有一个硬局势 换召唤师技能的一个 方便性 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 以及是减少这个本身 最重要的闪现的一个冷却 对 Play的这边应该是 上去反了个红 但绕视野的时候 其实已经被看到了 是 这个资讯 RW是得知的 但朱妹现在 有机会前期三BUFF看 因为朱妹其实前期入侵性没那么好 而且下路这边被推陷 是的 而且你看金东Gaming 在红区是有做一个防守眼的 这个眼朱妹进来的话 狮子狗可以直接过来 你可以clear的现在是选择放弃了左半部的篮区 落了比较远的位置 他是想要三BUFF出开局的 但以现在的野区经验 是这个规则化以后 反BUFF主要的效果 还是让他上次BUFF前期的一个 红BUFF的gank能力 对于经验上面 其实不一定会影响到 FOLES的一个刷野的一个进度 反倒是狮子狗 这样的一个路径 让自己浪费了很多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上路的 ZONE的一个绝目带的一个即时符文 因为比较特别 带了一个不灭 另外点了 副系是选择了 罚流系带和一个讯解 对 这算是有蓝号的上单 很标准的一套代表 而发现他前期 其实现在已经有点压刀了 船长前面必定是要被推这个线的 猪妹虫 LFLU穿出来 牙膏这个位置 要被打出一个被动 脚了散线以后 散线跟一个1 又逼出一个治疗 后续打了一个符文禁锢 打了被动出来 赶紧往后拉开 这边吃着狗 有点凶 脚散线 但是用草丛想跳的时候 猪妹的Q技能是好了 对 所以直接Q上去 这波click的是 有点亏掉这个闪线 这看到是全场 全场比赛的结果 一个竞猜 双方支持率 其实不相上下 是 将近五五开 RW这边稍微领先一点点 就是刚才这一波 猪妹来的实际 也是卡得比较好 刚好瑞兹 退了一波线 到防御塔附近了 是 从F6这边穿出来 牙膏现在交掉了DFO的人 这段时间 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但 狮子狗这边的一个 状态上面领先 而且身上是还有 自己加第二个红buff的 一个维持时间 猪妹不可能在野区 跟他对拼 定到了 但是有塔姆 是 不让 斯马鲁这边有非 多消耗的可能 他们在线上的话 就是比较赖的这种 基本上 AD又有位移的情况下 很难消耗到他 即使是像维鲁斯这种 前期兑现能力 就比较强的AD 对 给到了 现在目前Loken 在第三周的一个数据 战损比25.75 是拿到了第一名 射手位的一个第一名 伤害战比31 来到第四名的一个位置 分军伤害 虽然只有第八名 但可以看出来 Loken应该是一个 生存能力 特别强的一个射手位 对 而且在伤害战比上 也比较多 甚至是在 我们都知道 牙膏这个赛季的 个人数据 有的时候 伤害战比打得 是非常不错的 就可以说 Loken是属于那种 线上 不会打得特别激进 但是团战里面 你可以去 倚重他 仰赖他 依靠他的这种射手位 很信任他 对 敢打输出 中路的话 狗又来了一趟 但是这一波 都应必须有闪的 如果以两年前的这种 世界级ADC的一个分类 他会比较偏向 BEN 但是BEN在 最近的赛季里面 确实在 团战爆发前 被秒掉的一个频率 上升很多 瑞兹 有一波跑线的权力 四肢狗也在上半步 这波应该是三甲一要来杀 船长 船长这波能躲过吗 赤眼已经先看到四肢狗了 秒表还没有好 现在 是 没有秒表的一个时间 抓得非常好 瑞兹打出一个禁锢闪线 交出来 还在拖一个时间 帽子又被迭了一个一技能 剩下最后一丝血 想要换掉四肢狗 一枪配上塔的伤害 一换一的话 可以接受啊 而且这一波兵线 有炮车帮扛 MOS可以在十秒钟后 直接叫TP 不会亏掉整波的大兵线 而且中路这边的话 刚好朱妹也能配合发条 推一下中塔 这一波上路的Gang 其实浪费了 京东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是 但是RUN是直接叫出了 她的一个 这个侍女 侍女帮忙扛了一下 是塔 但是这个塔 最终是没有办法推掉的 尤其时间还比较早 果然比较针对上路 是 关灯一小时 第一波的一个关灯 灯是关了 但是关灯的人 被换掉一个 我觉得对于 整体来说 京东的这样的话 其实不转 而且中路外 她被消耗了很多 感觉这个结果 对于船长来说 还是可以接受 她现在也有要关了 接下来的话 苗表也会 刷新 如果说上路的话 再有一波包夹的机会 她是有一个大招 首先可以清兵线的 然后还可以让自己 中路配合 朱妹可能就把中塔给推了 是 京东这个三月一 其实抓的时间 就是苗表前 大招前 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 但是扛塔上面 我觉得主要是 可力的交了那个伞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被一换一的一个原因 因为中路那一波 想要去后续杀朱妹 选择伞线下河道那一波 把伞线给交了 这波是可力的 最后阵亡的一个原因 要不然他可以用散线去 规避最后一架塔的伤害 京东跟米依旧是上中野 频繁的在野区里面找 但这波冒死是 先埋伏在草丛里面 看到进场的一个克里德 克里德这样有点危险啊 在这个为止 这个有点凶啊 没有办法跌出 第四下的一个残越值 没有解控的关键W 这波被留下来 而且连 奇亚这边都先跑了 从下路直接 跑到了红buff区域来 因应京东跟米的一个 红buff入侵 我觉得阿达特这一场比赛的 赛前 教练是很有可能 已经是 对队员去做了一些指导 认为京东跟米 选下了这个角幕以后 会围绕着上路来打 而且这一波野区的入侵 确实比较危险的一点 就是下路这边 第一没有塔姆的一个 视野 而且其实发条第一时间 也能够过来支援的 这波其实算是 貌似把塔的血量 再给对方拿一点优势 但是他埋伏 第一守住了自己 朱妹的红 因为第一个红是被反的 第二就是他这波的埋伏 第二个还想再去控 让克里德一开始 在那个草丛 就直接受到了一波严重的伤害 我觉得克里德 在一开始交调散现 这段时间里面 连续被击杀两次 对狮子狗的一个节奏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现在这个版本 为什么狮子狗 虽然他现在一样有电型 伤害量还是挺高的 但关尬就是 他松狼六级的时候 对方都有瞄表 他的第一个大招 很难狩猎成功 而他的被动的堆叠 就没有像以前的版本来说 这么容易 在前期拿到一个 项链的一个 额外的一个物理加成 主要是这个英雄 在看到Flawless 选珠妹之后 选下来可能就是希望 能够通过这个英雄的一些 就是伤害能力 在前期找一些节奏 因为线上英雄 多半都带着控制 但是其实没有占到便宜 思考的一个点是 其实两个打野 是京东这边按的 一选的维鲁斯 如果这边没有达出 蓝色方的一选价值的话 那等于是在打野位上面 确实现在陷入了一个被动 又想要来三人员 两个人一起爆裂果实飞过来 这边的话 朱美琪是也在 TP宝兵要硬杀 这是来自下路 起风密集宝石的 一个踢吗 宝石是选择 把自己的踢 是发条的一波踢 对 发条也交踢 但刚刚进塔下的 这个蓝色兵上面 是有一个踢的 应该是来自于绿毛的踢 被打断的几率 应该是比较低 这一波 奇亚也交了踢 其实 感觉安达柳是能够想到的 就是上过这个残血塔 再加上中路 一旦是瑞兹清完线 然后河道这边没有事 也不知道人去哪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会去爆上 所以朱美这一波 反尊其实做得还不错 这波其实是想要 一拿一鞋塔 拿完塔以后 如果能留住对面的人 再打起架 但京东革命这一个时间点 被对方同样利用TP化解掉了 现在RW的两个资源 中路以及辅助的TP用完以后 清中革命还是会想要拿这个一鞋塔 因为这把比赛选出绝木 他必定要把绝木这条线的一个优势给打出来 补刀上面现在也是领先很多 但是当然不能忘记冒时是一个船长 船长这个英雄 在这个版本其实真的蛮难去压的 因为他毕竟发育起来的话 他经济不会落后太多 甚至他的三项可能都会比Zoom还早拿到 交TP上来的 现在京东上路的这个防御塔血量倒是很健康 但如果说一直围绕着MOS这个点去做突破的话 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看上路现在船长还是领先经济的 甚至是领先400块钱 因为一开始换掉一颗人头 还拿到一个助攻 这波成功的利用爱伤之物 让小鬼 这就是约里克这个版本能破壳的一个伤害 但面对船长好像 船长也没有这么的怕 这波中路 牙膏一打二不虚 但其实中野来说的话 RW这边血量不是特别 就状态不是特别好了 朱美梅兰发条这边血量也不多 你感觉约里克这个英雄打船长 唯一我能想到的就是技能组上面的一个优势是 橘子解不了恶灵缠身的这个区域限制效果 这个爆破应该可以顺利把塔给拿掉 再等一下 敲一下爆破 对 确实在中路路头了 这不是因为狮子狗在红区给到压力 炮车最终是掉了 Zoon还是拿下了一个鞋塔 独自获得650块的经济 那应该现在经济上面是追上了MOS 前期京东还是在瑞兹这个优先拿下来的中路支援位上面 取得了很大地图上半部的一个主动权 这张比赛下路反而已经不是一个主角了 Lohan是换成了一个屏障 这时间点换屏障那他有想要打的意图 现在可能京东会把进攻从上路调到下路来 因为第一条的龙属性是火龙 如果能在下路取得一个好的成果 进而拿下路的塔以及这条火龙的话 京东的前期进攻才能继续的 炎灌他们的一个进攻节奏 想去点下这个塔的血量 因为维鲁斯现在的话仰刀也做出来了 结果过来 接过来的是一个塔姆 直接炫光炫道 大招给到 有点难受啊 这波确实京东想得非常的清楚 其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下来 原本只是想要保一下兵 那对方这样直接给技能 这个苗表用的算是比较 不好了 效果比较一般 不过现在的话下路如果打野和中路都能够 第一时间支援的话 其实下路感觉危险也没有那么大 因为东西比这边还有一个踢 这边要硬去打 宝石脚踢下来绿毛 但这波狮子狗的大招 看下这波他怎么去开 配上炫光 但只有炫到塔姆 在抛城抛到了朱妹 这两个人挡在一技前面 要抓一个一技还是太难 司马老贼很快的就躲过了后续可能吃到的宝石炫光 或者是狮子狗丢出来的一个满愿衣 对 因为这一波的话 洛克大招还在CD 所以说最好的一个线手手段是没有的 但这波ZU可以两个人来吃 他跟他的这个妻子 这一波要是打掉了的话 感觉节奏上面还是比较舒服的 上半波还是 但是被小眼睛看到了 掌握在京东电影手上 这个海宇到此叫出来的 礼物 侍女成功的配个ZU 以及牙膏过来 中路因为发条 前期是被瑞兹无限的推陷 被牢牢的看待中路 而且上路的塔已经掉了 船上也是一个发育阶段 京东现在就是在RW 想要发育三合的一个时间点 尽可能的来掠夺地图上的东西 但就看这个峡谷前锋 能不能起到效果 因为一个峡谷前锋 如果能撞掉中路发条手的塔 那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 选择在上路直接叫 那要再配合这个迷雾侍女 继续地给MOS压力 怎么狮子狗应该也会从红区切过来 看一下RW怎么做一个防守 现在发条是回家以后 直接赶往上路战场 哇 这锋边轻得有点压力 发条这边过来 但是防塔还是被撞了一通 哇 帽子那边被侍女吸的血量狂降 赶紧吃了一口橘子压压惊 另外京东Gaming这波确实是一个 想要声东极西的一个概念 瑞芝其实有二级的一个取经折月 但他们没有往上路给压力 那上路这样的话 其实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防御塔的话也带到了二塔 而且这一波还是靠着 送他的一己之力 把霞虎先锋拿了下来 因为针对下路的上一波 其实措施并没有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成果 所以说就利用上路这个点 上路这个点还是给到船长挺大的压力的 但是RW现在是想要来拿下半部的火龙 京东Gaming不想放 大战一触即发 打野到来之前 龙应该会先被拿掉 宝石把火龙给拿走了 这一波宝石的大招下下来 RW只能暂时的撤队 奇亚现在这边吃了一整波的伤害 要逃到队友怀抱中的时候 已经被Loken给击杀了 瑞芝开一个单轮车过去 但没有看到后续RW的队员 这一波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失误 这条火龙拿了塔姆被杀 对于RW来说是赚的 但是龙被对方的宝石 炫光给炫掉 或者是被动的一个额外 法伤给拿下来 这一波京东Gaming是很舒服 塔下被定到了 但这一波的话 还是觉得有点难受 这波龙团打完之后 船长这波是不虚的 毕竟下路对方三个人是在推塔 在视野内 知道这波的伤害瑞芝一个人 不能收漏满血的一个船长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怕猪妹死了 第一时间是把她吃了进去 猪妹被吞了 所以没办法下惩戒 发掉的大招 虽然拉得非常的不错 但后续宝石的大招 宇宙智慧落下来 瞬间用一个Q技能 把所有人的血量给 拉起来的时间点的时候 RW知道这波团战 没有后续的一个交手可能 只能卖掉塔姆 因为晕眩这个属性 是没办法让打野 无法下层线的 但塔姆吞进去的时候 这个可能我要回去确认一下 因为比较少遇到这种状况 打野要下层 但是辅助认为自己的打野 有可能先被击杀 然后选择把它收回来 因为刚刚那个距离 陈坚应该好像是下得到 那这波龙团打完的话 现在京东整个局面上 优势就比较大了 下塔推掉了 然后现在的话 外塔只剩下中塔一座塔 而其实现在他们本身 因为起风的密集 疏带的比较多 几个TP赚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再加上绿毛又换了个进化 独音币这边是选择把自己的TP换成了一个进化 因为现在确实 对方的压力会给到中路 独音币现在是最有可能被对方越的 因为只要把这个发条给杀了 他们有用的武器是瑞兹可以送宝石进来 然后狮子狗的一个三方的一个夹击 这波独音币换成进化还是想要 延缓自己在中路可能被击杀的一个事情 传刺之间 这个瞄得有点准 独音币其实已经是觉得下一发的一个魔法发条可以拿下来 回头 但无奈这个剑血量算得刚刚好 但是现在发条的血量一定要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程度 才比较好守塔 现在下路兵线没有人在给压力 所以RW还可以把下路双人组也调过来 现在可能瑞兹来到下路发条也要去下路来防守瑞兹 那这种局面对于RW来说是比较不乐意见到的 而且野区视野这边也是被京东控的比较死 虽然塔姆在中路保护EZ 这个人可能是不会死 但是塔就很难了 因为现在老贼必须快速的利用自己的QG能远远的去清兵 但兵权出来的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好的 找到一个时间赶紧回家补装 就因为其实RW这种血出来的话 确实是比较需要发育的 不管是发条还是船长这个点 这个版本的话因为符文的原因 其实EZ的成装速度会变快一些 但是中上两个点能到团战里面打出比较好的配合 其实还是要等到就至少就感觉三件套吧 主要是RW现在在上路是 必须说对MOS有点不公平 他是多打扫 还有很多的悟行者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叫出他的迷雾侍女 而且这个皮肤 这个皮肤好可爱 但是MOS也还可以接受 Q完还可以赚个他的一个银蛇臂 19分钟 河道谢的话这边是控住了 已经大龙时间到了 RW现在就有手中 这波想开 用冰状女皇指令 让乌戈克的位置被危险 散现走过发条的大招以后 塔姆带朱妹进来 这波知道已经被对方拉开了一个位置以后 RW想要从中路打开一个局面 因为中路外塔是推的挺早的 这个时间点抓中路 其实是不错的想法 但可惜他们的车慢到一点点 如果早一点 跟发条逼完闪的那个时间点 朱妹就进来有大招的话 我觉得时间上面是比较好的 这波上来抓一下 RW完全不许叫出事 你直接反打 因为正面也有一个TP 朱妹下来动住是TP的一个牙膏 牙膏立刻打了朱妹一套 以后这个杀害人有点高 发条给了一个一技能 点护朱妹撤退 但是正面的绿毛已经粘上来了 看了两个人过来瑞士还在追 闪见过来 逼出对比 交出自己的秒表 宝石的大刀这时候落下来 正面金东Gaming的团队 好像没有办法出 塔姆收了一个人 突出来的对比 直接被秒 宝石也是把塔姆一锤给敲死 一技反手抓了一个大招 但是绿毛立刻奶了一下自己的队友 这波金东Gaming 抓掉了对方的一个中路 以及辅助 反手 是否直接打花龙 朱妹的状态也不好 开打了 朱妹的血量其实还不错在上面 看老贼在远程那个Poke 但是现在宝石的奶好像有一点大呀 外面的船长 帽子能不能炸个脸筒进去 给对方的压力呢 朱妹也在等机会 但朱妹没有散现 只能Q下去 大龙池里面没有视野 但是正面 帽子利用漏身来看大龙的血量 下去了 朱妹能不能撑到 大龙拿下来了 这次拿下来 是被Flawless这边抢了下来 帽子说你需要光 我就给你一道光 他走过去看到大龙血量 没有这个帽子 拿自己的人去看大龙血量 这一波朱妹只能盲猜 哇 而且 这一波很关键 自家的队友的话 这一波复活 除了朱妹以外 应该都是有隆重的 确实这个时间点 RW如果在这个时间点 掉了这么早的一条大龙 我觉得这把比赛 他们就很难拖到三合出来了 因为现在从绝目这条点上面 被养肥的一个 加上瑞兹无限的支援跑图 解放出来的一个京东给民 现在的一个团战能力 确实太强 京东给民 失去了这条大龙 但反手 拿一条土龙 老贼的精神弹幕 刷得稍微早了一些 京东给民并没有因为 这条大龙掉了 而立刻乱掉他们的一个运营 但我们再来看一下 正面 朱妹大概知道是 一千多血下去 扯完一百多点血 扯了 好像还剩下一百多 这条大龙是给RW 争取到不少的时间 因为你以京东给民的阵容来说 他们把二塔带掉 在他们的阵容来说是 相当简单 但是中路二塔到高地 这个攻防上面 对方有发条 有朱妹 有塔姆这种阵容存在的时候 你就很难去摸到这个高地 除非你的ADC是像女警小炮这种 手特别特别长的一个射手 主要是现在能够去延续他们的发 就是在积累双戏的一个装备了 给了很多的时间去发育 DWinB是 八条也是出了一个 即将要告别召唤师峡谷的 一个冰霜女皇的一个指令 所以他追前的速度会很快 对他第一件应该就先把这个合成了 然后之前的话 纵在上路打下 我先锋是被他的 就说女皇看到了 但是内部没有办法过来支援 是 抓住一个下路少人的空档期 下塔被磨掉了非常多的血量 有这个巨型九头车的血量加持的一个爆破 弄一下打塔 至少是300点左右的一个起跳的伤害 因为他现在装备确实还是挺好的 对 巨九加三项 绝目现在的一个强势就是 他出这样的一个装备 其实他有一定的回复能力 而且他的伤害也很惊人 这条大龙的话 其实给RW有更多的一个战术 就帮助就是拖延了一些时间 是 争取时间 以及兵线至少现在维持住了 刚刚的兵线是全线被压 这种局面上面RW是很容易丧失 像刚刚这条是抢来的大龙 或者是后续所有的龙 下一条的龙属性是风龙 对RW来说是比较开心的一个结果 RW这波是想要把握大龙buff的一个尾巴 做最后一波的一个压境 剩30秒钟 兵线汇集在中路 这路中路二塔能不能拔掉 来缓解一下现在的经济落后 如果这座塔拿到的话 经济差其实是不存在的 瑞兹的踢 瑞兹脚踢下来 朱妹在犹豫要不要出自己的一个大招 奇马老贼现在有双buff在前面 完全不虚 疯狂的在点塔 还差一点点血了 是 远户这个炮车 炮车应该是再过两下 老贼点一下 直接把这个塔拿下来 那等于是这波男爵 应该还是一个震惊技 京东革命这条大龙掉了 让他们的一个进攻节奏 确实有所被打断 但是龙属性上面 他们拥有后期的 两个不错的属性 现在地图整个被打得很开 RW下落的二塔 也是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面 京东要做的事情是 再利用瑞兹跟狮子狗 这个能力去抓到一波 他们想要开的 以及编带绝目继续给RW压力 而RW要的东西 应该是在等待自己 发条的关键的下一件装备 他们正面 以及船长的一个幽梦出来 他们正面就会开始 进行一个反压制 EC的话现在是一个三件套 然后船长的话 其实现在的发育 也还不错了 主要是现在 这个时间点是 没有地图资源的 所以说其实RW这个 就先稳住发育 如果说重要把兵线 带得特别靠前 其实这个时间点 感觉也不太现实 应该会去补一个振份 补一个绿甲 出来 增加自己Q技能 临终仪式的一个回复能力 RW这段时间就采取防守 为什么说争取到 特别多的时间呢 还是因为 这个大龙的一个 复活时间的一个间隔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金东Gaming就有点难了 他没有太多的一个 地图的一个史诗野怪 可以去逼迫RW来接 他们不想去接的团 对 而反而是到后期 其实RW的阵型 如果说要打大龙团 就等到船长发育成型 朱妹和发条的大招 其实是能在大龙团 做阵地战当中 给对面很大威胁的 现在已经可以交出 非常非常多的悟行者了 三个悟行者跟着 这个角幕暂时应该 RW这个点上面 没有人可以去单打 这个角幕 因为他就是有点赖 这英雄是标准的属于 带穿一条线的这种英雄 当然他的团战能力 也不能说特别更弱 有伤害有控制吧 就也算是 毕竟这个W其实 虽然范围比较小 但其实进步出时间 也比较长 下落这边的话 小龙快要刷了 但是一条疯龙 是 老师身上亮起了一道光 这应该是 又叠满了500的一个银币 应该至少是第二次了 有27分钟 可以升级第二个 他的大招 勇猛也拿到手了 EC线开始做轻语了 下落刷人组的话 京东这边是选择 除了闪现之外 都换成了进化 EG这个轻语还是做得比较早的 因为对方其实 两个进场英雄都还没有开始堆叠自己的一个护甲 可类的这边是全伤害的一个狮子狗 对 上落这边的话也是两件 就是单代装 黑千木刃 进场 就老贼现在 去出轻语 当然是想要最大化自己的一个伤害 这也是老贼对自己的一个反应 操作上面比较有自信 因为面对一个狮子狗 如果他去出一定的防护装备 可能面对狮子狗的进场 他比较不容易被直接偷掉 因为RW这边的一个持续输出 还是蛮依赖EG的 这段时间暂时节奏缓了下来 但是大战马上会再来 因为再过三秒钟 大龙重申 这条风龙RW完全不想靠近 而是继续的利用自己的服务 控制一下大龙的一个视野 现在控龙上面来说的话 京东是 完完全全的控了下来的 小龙这个点 暴示 二连筒想抓 他们开车过来 JUMAY也过来 一个大招甩 甩到了狮子狗 CLAIR的这边要死了 保持大招来不及掉下来 这边绿毛的位置也有点危险 又被桶子给减速到 大招逼出一个闪现 主被直接和强散过去 但是这波绝不过来 做一个支援 叫做了他的那一个侍女 侍女那边能掩护自己的队友撤退吗 和强W减速到 闪现过来 QW打出一波爆量伤害以后 小幽魂黏住了斯巴尔德 后面补上一个秘书者 提搭下人头 又有一个桶子吗 这个桶子连过去 炸到减速到弗雷斯 杀掉了Loon RW忽然一波 从篮区的一个蹲点 蹲到了可以的四只狗 后续 京东Gaming 有一点点 呼噜啊 救爷爷 正经已经完全被拉散了 那这一波 有机会去直接接管大龙 是 但中路这边 京东Gaming的一个双膝 也非常的清楚 这个大龙团是打不了的 仗着有三只远程兵 赶紧高出的来把自己 来把对方的二塔给拆掉 拆掉以后 这时候踏上高地是有点危险 选择转手来看一下 这个大龙池吗 大龙打速度还是比较快 打得很快啊 牙高一个人 没有机会 打个大龙拉了一下 在大龙池里面的老贼 QG能打到 RW即使知道对方只有两个C 也不想要追 觊览性非常的严明 哇 这一波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的其实不知道 这里有一个桶子 后来扫是扫出来了 但是第一时间 其他大龙已经 就是已经正好阵心 准备在这里接一波团 看到狮子狗过来的一瞬间 就开始在这里埋伏了 蓝霸地刷在这里埋伏了 狮子狗先把四成的大龙技能 解掉了是船长的一个减速 被猪妹的大招定到的时候 他没有解控的一个技能了 而且其他的队友 也在比较远的一个位置 不太好去接应 是 这波很可惜 因为如果维鲁斯刚刚有距离 给一个腐脉锁链 在那个爱口的位置 是很容易去蔓延台来 去至少帮宝石 或者是后续的一个绝目争取时间 那RZ的这波团的追击 是非常的果断 你可以看到包含DW的QW 再一次的一个减速 配上自己交出来的一个 平方女皇的一个指令 让后续帽子 第二个统子好的时候 再打出一个脸筒 把绝目也杀了 绝目如果这波还在 其中给你三个人 还有可能来干预大龙 但是只剩两个C 接近大龙池是太难太难 RW一波反推 直接把下路的二塔烟给带掉了 现在是RW的一个回合 两条的大龙 这波直接甩 然后牙膏的位置太危险 他身上是没有任何的进化 技能去减掉出面这个甩大 Volay是两次出面的一个大招 都是顺利的立功了 这波牙膏减圆的话 RW可能会拼一波 小平量非常的大 以及直接一张 打一个QS 跳进来 踏了住伤害 马保持了大招 剩下最后一秒钟 没有程度 是马老师拿下人头 出面有出品 踏了一波伤害以后拉出来 在塔下的三个人 吃了一口救赎 有不伤害有点高 这一波 士女这边在吸 帽子差点要被吸死了 但是他拉开了一个身位 这么反手 最后士女还是被对方给处理掉 Volay是虽然血量不多 但是后续 帽子还有一个踢 正面的人已经被驱赶到泉水了 右边的门牙已经断了 这波伤害上面好像不足够啊 维鲁斯不在可以点对方的一个距离里面 RW再度的亮起了鸟盾以后 把TD给拿下来 我们恭喜RW 下到勇士 第一把单盘成功 好 这场比赛的话 RW确实在后面团战 表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团战实力 金冬更兵还是我们所认识跟喜欢的那个队伍 但是我们先恭喜DWINP拿下了第100胜 在LPO 也是自己的一个里程碑 他同时也是外援第10个人达到这个成就的 非常的不错 是 但这样比赛的话 对他来说应该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局 确实有一点点戏剧性存在在于 那条大楼 第一条大楼 是 那金冬更兵这种打法是 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就是前级一直在主动 但是这种主动 你看出来金冬更兵它会相比于我们认为 SKD三星式的一个运营 就是说它在没有视野的时候 狮子狗会去做一些 算是蒙着眼睛的尝试 这种尝试有些时候要付出代价 对包括比较早期的那一波 其实GUNK红BUFF也有一点点过于 就是第二波的GUNK红BUFF 是 就他想去偷 但是那一波其实是 已经发条 这边已经过来了 而且上路这边呢 支援也没有那么快速的一个情况下 被反尊到 想去偷红 但是付出了比较惨痛的一个代价 狮子狗前期是一个零杆二的开局 虽然一开始是反了个红 是三BUFF的 对 而这一把前期猪妹的野区 其实是有一点点被CLEED的 给进攻到失守的局面 但是最后BUFF的两个关键的一个大招 他的一个这个R技能是顺利的让RW找到了一个反击点 而且 有点无脑到后面 其实这个团战 一旦是猪妹或者是 就猪妹的先手再配合发条 其实能够打出非常好的团战配合 是 今天的RW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他们确实拧成一股神 第一个刚刚Rita提到的红BUFF的防守 貌似是提早的落位 就是线上的选手愿意去失去刀 就是亏刀 他也要去帮助自己的打野 这种在排位局里面 如果我是这个打野 我已经掉眼泪了 对吧 就是你看到 因为这种东西大家都会看 比如说 选手之间一定有 荣郁欣 就打了以后 这场比赛 我不想要我数据特别难看 对 我的这个 20分钟补刀叉 就会是什么 -20 这种对于一个选手来说 他不希望自己的 这表现上面被数据化 然后被批评 但是他这场比赛 他知道 KLIT的一个风格以后 然后RW这边 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应对 对 而且他那一波过去的话 也确实是 打乱了一下前期 就是京东这边进攻的一些号角 就让中野这个点上 其实没有打开特别 明显的一个局面 反而是几次包上 我觉得其实光这样的反 制措施做的演示 还是不错的 包括第一波 三个人上来 想要去包塔 然后换掉了一颗人头 到后面的话 其实一直叫朱妹过来 我觉得不管是在 就是上野的一个配合 还是说中野的一个 就是组织能力上面来说的话 都还是彰显出了 他们就是这个阵容 应该需要的 就前期可能面对京东 想搞事情的时候 我就先稳住去发育 然后到后面 寻求打团的机会 抓失误 确实我觉得这把比赛 京东打出了他们一贯 在这个赛季的一个进攻风格 RW前面实际是有反 有反击 但是你看到火龙掉了 然后大龙第一条 也是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面 他们RW是靠着 最后的一个团结 去赢下这把比赛 我觉得这时候是 这场比赛 我觉得特别好看的一个地方 京东革命 唯一可能需要去 再做反思的 我觉得这场比赛 我个人认为BP上面 就是塔姆这个英雄的限索 限制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你是一个 以绝目为的单代体系 而且你拥有 两个很快速的地图 转移技能 包含了瑞兹的一个取经折越 包含了一个 狮子狗的一个大招 但这种情况下 你给对方一个塔姆 其实是在战术上面 一个非常大的可惜点 但是最后变掉了卡尔玛 我觉得也是 京东革命战术 有成功的一个点 因为你看到 这一把 没有了卡尔玛 打瑞兹的情况下 东革命战在前十 二十分钟 基本上是被锁在 中国外塔下 对 跑不动 然后反而是瑞兹 其实去编路 找了一些机会什么的 但其实这个机会呢 感觉被阿达六 就提前预知到了 这一场 MVP是给到了上路船长 是 这一场的 伤害占比非常的高 以及它确实是一个 被针对的点 对 25.9% 100%的参团率 整场比赛爆发的人 人头非常的少 RW是一波逆转胜 七颗人头 100%都参与到的 赛场之心 MOS拿下了 本赛季的第一个MVP 哎呀 确实不容易 感觉好像 这个灯没关 这个灯 没有关成 好像还是很亮 看一下京东革命 下一把 继续关灯 还是会改换 另外一种方式 对 因为其实看BP的话 其实下落这个点 感觉上面 因为没有搬掉塔姆 前期就丧失了主动权了 到六级之后 甚至是 维鲁斯有羊刀的那一波 其实过来的包夹 也没有起得特别好的效果 因为我会把BP的一个焦点 落在 塔姆这个点就是因为 你一选的是维鲁斯 但维鲁斯下落 没有打出任何的东西 对 因为你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首先 塔姆这个一种被放出来了 然后 AD是个EZ 而且包括他们 其实那一波 其实维鲁斯有羊刀 准备去包下的 其实被反制到了 就是猪妹其实在 就是也 在下半区的 那个河道爱口这边 也就在等着他们过来 然后 瑞兹往下一踢 然后猪妹这个位置 就直接甩大招 直接就撤了 对 但现在的一个比赛 我觉得就是 这个密集带着 这么多的情况下面 其实比赛 有一个额外的看点 其实比较类似 另外一款 魔法游戏 就是 它有一个卷轴 可以传送 就现在英雄联盟会 有一个前期 就大规模爆发的 5比5的一个团战 这种版本 我不知道 观众是喜欢 还是不喜欢 但确实你可以看到 就像瑞兹说的 下路这一波 维鲁斯 想要进攻配合 三人集团的时候 但是很快 包含上路也有一波 MOS第一波 这个一斜塔 要掉的更早的 那个时间点 有可能再被 越人那一波 其实就是 两个辅助 跟中单的TP 去解除 去解掉了 MOS的这个进攻 就其实现在 我觉得全都 有点考量 就说 这样的TP 让前面的月塔变少 但是 TP分析有4.5秒的 一个时间 就月塔的一个时间 反应变得比较短 但是问题点也在于说 它会让前期 有可能爆发 更多的5比5 而不是 大家到最后 围绕大龙 或远古巨龙 才来打一个 5比5的团战 对 就有了这个 解装式技能 CD的一个情况下 可能就会 就是换装式技能之后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TP 更多的就是 我一定要去拿地图资源 而不一定说 我要在哪里 去打什么架之类的 可能就是转现 拿地图资源 但这样子的情况下 如果说对面 已经猜到了 你可能这一波换TP 就是要跟我拿塔的 那你可能这一波 就失去意义了 是的 好的 那下一场比赛 京东Gaming是继续 优先选边权 谁选择的蓝色方 所以两方的蓝红方 不会对调 再度的是RW红方 来打京东Gaming的 一个蓝色方 我们稍事休息 下一场比赛 不知道 关灯会不会成功 还是盛光会 继续的普照着我们LPO 我们稍事休息 精彩比赛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